一筆一畫都絲毫不滿乎 修復師全神貫注進行手上的工作 為了慶祝梵蒂岡博物館的繪畫 和木器修復實驗室成立100周年 官方最近特地舉辦展覽 除了讓民眾了解許多名作背後的故事 還有團隊敬業的工作態度 團隊不便的工作守則 就是研究化學、物理和歷史 並且要將個人情緒排除在外 因此修復師在工作之前 都會讓自己的心靈沉澱 並在一天結束時重整和反思 團隊不只負責修復博物館約5300幅錶框有畫和數十作夢製雕像 還包括其他空間的作品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西斯汀·李拜堂 文藝復興大師米開朗基羅所繪製的天花板壁畫《創世紀》 以及壁畫《最後的審判》 是有史以來為其最長的修復 也是二十世紀末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 新唐人亞太電視林清玉綜合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